虽然我们差17岁 大家觉得我们老少佩 应该没什么默契 但错了 我默契好得很 因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只要看她今天备料 大概在备什么 主要可以猜出今天晚上 要吃什么菜 吃什么菜色 全部都一目了然 有时候我还会跟那个女儿在那边看 妈妈现在在切葱 那那个葱的 葱有粗有细 以她切的这个葱段的这个大小 我猜应该是要做葱爆牛肉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堵 那这真的就我对了 那有时候她切鸡肉的时候 就要奶油鸡 她开始开始拿锅子 甚至她看她拿什么锅子 我知道今天又要煮腐饭 所以连拿锅子我就知道她要干什么 煮饭完以后 一样小孩也要睡 就是把它弄完以后 小孩睡就是 对 就是我们的 但是 美美这样随时炒饭 妹妹不要睡 妹妹看着妈妈不要睡着 你睡着妈妈就累了 但是有时候男人要看白鸡 不能随时你想要就要 对啊 你把我弄成三个 对 要说7-11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是Open 对不对 Open讲没有这样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看她的默契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她晚上在做什么 如果她晚上洗碗 洗很晚 一直洗 明明那锅子就哭泡出了 都要再洗 都要10点 再洗 都没人进去 那不然就像这样 那在那里 我说看她可能今天心情很不准 然后不想要那个 我们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我也先睡觉都没带 目是好 但是呢 如果 那个锅子很脏 那个水槽里面都脏了 都不会洗喔 那就早去洗前哭啊 7-8天就早去洗前哭啊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你还要观察 有时候洗真的是 又因为出去外面很累 真的想要洗一下 但洗的时候呢 洗得特别久 对 然后呢 超过半小时以上 然后那个乳液这样 不滋不滋的 抹得全身这样 然后整粗的这种的 滚滚滚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大哥你讲的 我们画面都来了 这次 什么 现在脑袋都是画面的 乳液啊 然后什么面膜都要上 这时候男人 这时候也不要浪费时间 赶快做深蹲 因为你那个时候 闲着也是闲着嘛 对吧 你赶快深蹲 这样有备无患 然后好像就知道说 等一下这样 大家都会合作 这样才会 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你要睡 然后不该睡的时候 你不要假睡 在这边洗澡是暗号 对 那黄莉姐 你们有暗号吗 我们有 你们有什么暗号 好好奇 我们家有两个小孩 我们家小的 老二是跟我们睡 可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夫妻 还是会有 自己想要独处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我老公不用跟我讲 他只要去默默的去拿了酒杯 他拿了酒杯之后我就会 如果我也想要 我有需求的话 我就会说 我就会这样 开始跟他识个言识 然后我就说 帮我倒一杯 然后 所以他就帮我倒杯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开始 会有默契 就想说 就开始一搭一层 点那子 对 不不不 太老坏 太老 而且容易被人 有危险 不可以死掉 我怕小朋友知道我们的暗号了 所以我们这个暗号这个提示是 我们也没有讲好 就是因为会知道说 他今天想喝一杯 就表示今天晚上 就是可以好好的 放松一下 可是因为小朋友跟我们睡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 脸哄带片说 弟弟 今天电视看太久了 你要早点睡觉 因为你今天不能跟妈妈睡 因为妈妈待会要开会 要开会 开会 所以要开会 线上会议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开始讲 然后我老公就开始 跟我一搭一唱 他就说 我会好好跟他说 弟弟你今天可以去跟哥哥睡吗 哥哥已经好几天自己睡了 你可不可以陪他睡一下 这样子 爸爸都是柔性的劝道 对 然后妈妈到处就说 妈妈不是跟你说 我们要开会了吧 一开始急躁了 妈妈就要 你太久了 妈妈不太熟了 两位就笑了 这要收起来 你说你在那看电视 对 对 不走 因为小朋友睡觉 他没有一个时间 还要先哄睡他们 真的 老公已经很会看眼神 可是小孩子还 GAP到我们的 中年了 小孩拿动 他怎么会知道 是啊 你不要让他知道 对 是 是 是 好